嘉義七、七、七、五、水災禁定是天災 受災自救火救生無門 日前全翁市府丁城山勃發老火衝突 議員創文博丹兴基今天接吻 統輝嘉義市政府處理不動 派出的官員 暫及太過無法解決問題 市長公民會共調 思法當天第一時間到現場來關心災民 當時至少進行慰問關懷 若是有交通不足的地方 未來會加強至少協助災民 若是在市場來跟你們開會 說這個有你也說這個20分鐘 外面有在意要進化 大家休息一下 我出來來接一下再回來組織會議 那當然是這麼厲害的事情 我們後續我們永遠是在 我感覺說 你的選舉沒有跟真實說給你 我想當天的團隊 我們公共民眾 包括交通處都在現場 你怎麼可以說我們是現場 你就是現場沒什麼講說 內面怎麼壓住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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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發揮出來 那最後要給民政主廠出來 民政主廠是跟財政主廠的 市間主廠的來自三個塊的 不管發生在今年7月25號的水災 水營深水利300號的命貸 跟市政府後上的處理方式 議員操縣縣16號這次 破壞壁壤 統佩官員沒有動力心 讓財政民求秀無望 只可以浪費空間 市政府之後 水災自身心水利嚴重的水煩 在明這期公德的鑑定 祖來賠償 為特殘業的企業鑑定 各個認定是天災 並且不斷造成持久規定情 既然當行李公開對著鑑定的各個 提出這期 請要求愛中心憑國 中下鑑定的可行性 因為你今天跟我做這個動作 才發生大家這個水一樣 我們要將心提醒 如果今天是你們在那邊 你們住在那裡 你們怎麼會在那裡說 這是天災 你們會有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們 裡面所有人的嗎 裡面所有市民提供給他們 他們都不采納 民党議員仍然會泡風 加議市長民會共町 已經不僅深看到民眾 受水煩一口 一定會向民眾站起來作為 協助處理後上的問題 當時市政府也已經變得以色 來討論中央白水 代替煩惱稿 叫喊通水斷面的工程 也讓我們趕快提高警覺 然後再提高我們的標準 所以這一個我們後續 都一定要去配合 要去改善的地方 那當然那天民眾來到市政府 對於這一件事情 我要求我更是提高層級 讓我們的處長來跟他們見面 我想是派出來的代表就是因為已經有代表 代表市政府 我想這些溝通協調當中 就是能夠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 我們也希望能夠繼續跟大家溝通 那至於如果慰望還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會馬上請同仁去